歡迎大家回到動物輩物電台 逢星期五晚的直播節目 喂! 小心! 今晚我們講的題目就是 機動戰士高達的外傳漫畫 我們是聯邦魚連隊 是爭野猶大的作品 就是外傳吧 你的頭髮很搶眼 不好意思 如果大家聽得第一節故事簡介 是由我來做的 首先我不太熟悉高達 其次就是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很... 很喬喬 即是台灣譯名 是國語的譯音 是有點甩咳的 我說得有點甩咳 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為我看的時候也看得很辛苦 例如艾斯旭斯基地 那些什麼茶布羅都相對不錯 茶布羅都可以 一定的情緒都可以記到 因為我沒有看 那這個簡介做得不太順暢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還有一些原因 希望大家可以再看一本書 哈哈哈哈 不是的 因為它有很多名字 你平時看正傳都不會出現 所以你記不到是正常 茶布羅可能是平時打機 看0079會聽過 但是你說 是 艾斯旭斯基地 其實我也沒有聽過 你們也沒有聽過 因為是北美的名字 你不是很熟 你最多記得西雅東 多倫多 溫高華 尤其是 先報案 講這套書看的時候 有一個我覺得是障礙 例如我們的男主角叫勇智 艾爾卡納中衛 他的隊友叫他勇智 很簡單 我記得他叫勇智 但有時候有些人叫他 艾爾卡納中衛 我一時間醒不過來 回不過神 其實不是很清楚 叫這個主角 其實這樣會有的 其實每一部高達的漫畫 除了新的那些 例如Ring那些之外 大部份都有這個問題 還有我看漫畫 我都覺得有很多障礙 有時候我分不到 特別是拿吉姆那些 有時候我根本就是一堆吉姆 都不知道哪部打哪部 這個我反而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的 有些是三個組是GM 但你不能夠想著 人人都像你那樣 所以他其實 他一堆吉姆在聊天 也不知道哪個打哪個 所以我有時候懷疑 這本是被一些很資深 很迷高的大人 因為他連機體的名字都不說 有些東西是查回Wiki 有個叫GundamWiki的網站 可以告訴你 他有看的 但就不多 不會繼續這樣看 因為有時候 尤其是我這些不熟悉的 我只記得 吉姆打擊型 還有吉姆的 輕裝型 就是那部L 其他我就真的 真的不認得 我好理一點 我記得吉姆Sniper 最極型 最極型 因為打機用過 例如 薩奇德少少教 有時候就叫他薩奇 有時候就叫德少少教 有時候會亂的 唯一認他的樣子 有時候認他的樣子 基本都不會認到名字 我個人會是這樣 好吧 我報案後 交給港可顧 這些通常是福壽女神鬼 要罰你15分鐘後 找出吉姆三神器 有多少罰你 我知道這裏沒有的 吉姆三神器 有沒有吉姆三神器 吉姆三神器是什麼 青湯腩腩腩腩 吉姆三神器當然是青瓜 茄子 還有呢 還有呢 司華力祥 OK 好 我多怕你連路不走 你不要幫他鬥 等他爹多久 是吧 是那個爹字是裡面的口頭禪 那個 那個 但我覺得 那個其實是 講回故事 不要再在那裡 不是 不講故事 講完 講完 講完本書 我想講的是本書的特色 就是 他用了很多日式的 Cruiser 用了在一個 即是托倫多這個地方 例如三神器 其實三神器這個概念 就是日本人才有 是 還有 頭一段 到底吉姆三神器是什麼 吉姆三神器 吉姆三神器 根本就是沒有這個概念 不存在 你說是正史還是廣東漫畫 當然是正史 正史沒有三神器 正史就是沒有這個概念 即是外傳漫畫的惡搞 不是 如果在高達世界裡唯一 正式三神器是在SD Gundam裡面才有 對 那些玩靈媒的全部都是日本的 這本是日本漫畫 這是他的特色 因為他之後有一部後作 暫時沒有中文版 這套的續作 對 續作就是他用了少少的人物 但其實他在講另一個時代的故事 他已經講到泰坦斯成立的時候的故事 他也是玩得很日式的 更加日式 因為他那本就叫做Takana 即是日本刀 即是說這部戰士 真是由大 是的 但沒有中文版 還沒有 但我一直看他的兩部作品 都是很日式的 即是用一個日本人的概念去做 去寫一個懶是世界 懶是世界 懶是西方世界 懶是大戰爭 即是戰爭的大世界的一個故事 其實我就投訴完主角角色的名字 到底這部作品的角色 你們看的時候有沒有喜歡什麼角色呢 角色真的沒什麼 我其實喜歡故事本身 其實我是喜歡他背後 把0079後補完 以及政治觀 我是喜歡多一點的 其實我是認不到那些人的 所以我對角色真的沒什麼特別 但是喜不喜歡 他那幾個聯邦高官的樣子差不多 聯邦 因為他的樣子有一點滑滑 即是彼得 他的下巴很長 對 即是那幾個 那些是嚴肅的樣子 他的嚴肅的樣子 基本上就是一個樣子 賤的樣子 簡單的說 是懶肅的 但是他的賤樣子 他那些人物搞鬼的表情 尤其是這件事 在勇士身上和塔拉 這兩個人身上 展現得最厲害的 就是他們的表情 根本就是道中的 其實這個是我喜歡這套漫畫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現在 近十幾年的潮流 都是很 由Wing 由去到Seed 開始 都是很美少年化 美少年化 其實簡單來說 每個人都是英俊 不論是希羅有 或者是美型的 美型的 但是你看周星馳 都知道高手 未必一定是英俊 這些是星斗市民的幻想 其實這些厲害的 拿MX拿得厲害的人 就應該好像勇志那些 兜友的樣子 其實都是個個樣子 我不用說 高手一定是不英俊 是的 我問你喜歡什麼角色 我們好像沒有回答 愛嵐也OK 你是不喜歡英俊 我也是看女生 但裡面只有一個女生 不是有兩條 愛嵐是一個 愛嵐是負責管理和通訊 還有那個 基地的長官的女兒 那個 花枝招戰一個 不過那個不是很重要 她不是 她只不過是穿著睡衣 在到處走 這樣不行 她幸好在美國 如果在中國就麻煩了 睡衣是很敏感的 對 這個也是她的特色 為什麼會喜歡 因為她畫得不像現在 現在有些 我覺得看得很吐血 這本是 這本之外還有幾本 就是懶有型 所有的女兒都是萌 最近有一部動畫 是連駕塔車都要找些很萌的少女去駕 我覺得是貼那錢 你看幾套機動戰士的外傳漫畫 都是這樣 但這本是刻意畫出來的 其實是一些很合理 例如愛嵐是很合理的 她是一個 有些身材不太靈籠浮特 她是一個很正常的女角 愛嵐斯特 中尉 波羅雅中尉 是通訊兵 也有二位 其實她是高級的 高級的勇志 阿偉雄一說 我想最不合理的女角應該是蝦 在這個年輕瑞星的超帳率 不然慢了很多 蝦 都是那類的 沒有離題 所以你覺得裡面整個世界好像很荒謬 但其實你看到裡面有合理性 看到裡面的角色的數字 對 整個人節 其實都有合理性 還有她每個角色都有去發揮的地方 簡單來說 如果說角色的話 除了角色之外 我覺得她 曾野猶大 其實她的畫是有點古怪的 因為她 其實不是大家 我們看這本書 或是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就覺得她的人 和機械人 是兩人畫 即是 即是 即是兩組人畫 因為她的機體 其實大家看 如果經過書店 拿起這本書 看看她的封面 她的畫 她的機械人 是畫得很 很精美 很工整 即是很有那種 好像模型的盒子上的感覺 你會覺得她是可以組成出來的 而沒有扭曲 即是沒有去 扭曲 其實她是有 非常工整 有將她人形化了 如果你看看她的動作 和整個 你可不可以講一講 高達怎樣 怎樣不人形化 即她的形態是怎樣的 高達怎樣 例如 跟體女一樣 你看看她的雙腳 雙腳 你看看她的大腿 是一個比較 收了 其實一般 現在出的MS 是不會這樣 即是模型的 是不會這樣 都是一些比較方形的 大腿位是短過小腿位的 大腿位短過小腿位 拭曲 拭曲是一半的 是的 大家看看模型盒 大家都知道 但她又 她比較沒有那麼 呂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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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樣都長 呂惠儀 呂惠儀是魔蟹的一種 長腳蟹 那些 你為什麼要魔蟹 你想魔蟹 是的 所以她 說女人多一把聲 但是你覺得 你覺得她像模型 又說對 因為她有些 用一些模型的紋理 她畫的裝甲 你看看每個封面 她的模型的細胃 你看到一些符號 其實那些是卡板的貼紙 即是無形的貼紙 白色那些 我看到卡板 由郭木紹一路以航的 那個無形潮流 都要貼貼紙 就是貼這些貼紙 即是你買模型的時候 白色盒那些 MG版白盒那些就是卡板 如果你說最像MG模型的 就應該我們 我們在另一個節目會講的 我們會專題講的 就是另一本的 先講一本書 但這個是有些轉化 是像一個人形化 其實每一步都像一個人 即是比例上 會有一個美體的概念 所以你說經常認不到吉姆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們變成人形化之後 就算你熟開模型 都好像看不回 但吉姆是一樣樣的 他的筆法都有關係 是嗎 吉姆 吉姆 他裏面有幾種不同的型號 吉姆 如果他真的照著模型畫 你都還可以認得到 但因為他人形化了 他的樣子 每個人都好像一個人面 簡單來說 就是每個人都打BOTOX 都是打尖尖的 就是打尖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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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巴又墊上尖尖的 對 但我看這套我都認得到 因為他出了幾種不同的吉姆 我不認識那些 我真的說不出 但我 你可以說一下他的樣子 我補充一下也可以 吉姆打擊完 就是穿成拳擊損手 帶了防護的裝置 就像練拳一樣 不是打拳 打拳就沒有戴糊頭 就沒有的 就像練拳的時候 就揹上了那些 箭 那些 防護的裝甲上身 上身的一隻吉姆 其實我也不懂形容 另外我最認得的 就是八腳馬的輕型吉姆 因為那隻真的很威風 那隻很威風 即是他一出場 很帥 他打巢了西雅圖那些殘兵 真的很威風 但我認得他不是因為他威風 是因為他的確很小 因為他是用劍 得得成女用 他是用劍 他是黑旋風忍者 他是用劍 其實我也是有這樣的看法 因為我一看 我最初一看 我覺得他是像 G.I. Joe裡面的Slick Eyes 因為Slick Eyes 就是一邊用 九百日本劍 一邊有短槍 其實他又發揮到這個 是近似的角色 另外就是八腳馬的另外兩個同袍 一個就是 我不會認識的 是太空 八腳馬 另一個是坦克 一個是坦克 那部叫太空坦克2 另一部就是雷射大炮2 都是外傳機 M.S.V裡面的產品 我最主要是認得這四部 但總統 總統那部很難認 其實是吉武改 其實是吉武改 是不是元厚 我忘記了 猛犬 就是勇志的代號 就叫猛犬 跟他合作得最多的是 霍克常衛 吉武改 總統 就是吉武 所以我認不到 就是勇志那部拆了裝甲 用回普通的裝備 然後拿回槍 難怪這麼像樣 原來根本就是同一部 即是同一機種 有一點不同 雙腳有一點不同 雙腳有一點不同 雙腳 可以多了噴射器 雙腳修改了一點 但噴射在後面 你看前面是不覺得的 都是很難搞的 你不是很認得 最難認 你說總統那部 差不多是成本書最難認的其中之一 但他的戲份是很多的 除了杜隔死了 杜隔 握住架 雷蛇大炮 他是類似一個色作法 跟靈媒鬥 兼職的僧侶 復仇女神裡面的一個隊員 駕駛的 也是駕駛一部吉姆 不好意思 我真的認得了 是類似大炮的 不是吉姆來的嗎 類似大炮 對不起 量產型 因為我不是看腳的 我看樣子 樣子是一樣 因為還是沒有眼 所以你覺得是吉姆 有眼 他是戴著護目鏡的 我就誤認了是同一部 機體方面 為何不說高達呢 高達 因為他出了一部 最後才出了一部 還有 真的被人打 我的意思是他的角色 是被勇志去KO他 他也相當難纏 最初出場也挺恐怖的 他重新設定過 那部高達 其實原本是單釘一部 但他竟然可以夾到戰機 然後去剷過去 他穿草的時候剷過去 去剃他們 然後你一噴那部G裝甲出來 就是那部高達 其實他的編排手法也不錯 G裝甲已經很恐怖 因為他上面是一支 米加粒子炮的旋轉炮台 然後他一吞出來 裡面就是一部高達 整個故事裡面 有一部高達 所以他的性能也是最高 但這裡很特別 有甚麼特別 就是我們看著主角那邊是根武 但正義的高達就變成敵人 這一隊是一個反差 跟我們一起看的作品 那個橋段是真的做得 整個鋪排真的做得不錯 但因為我意思的角色 首先我對高達沒有愛 他死人頭出來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期望 或者沒有預設的立場 就覺得高達真的很厲害 高達喔 沒有這些 我就沒有這些想法 而且他出得來 當然是被用字打 所以我反而覺得 角色上面 純粹是 一個魔王的角色 因為他恐怖的地方 其實這條是很陰濕的 他最初是拿著那些 你有沒有看到有些吉姆是有追擊槍的 他是Sniper 駕駛員 誰知道 原來他本身也是拳擊手 跟阿勇子 用回同一個戰術 大家的擅長是一樣 他的高達有比勇子的吉姆 這當然是常識 是機動戰士的常識 高達一定比吉姆 用料差很遠 就是品質問題 所以高達一出 大家會覺得 食畫這個吉姆 那時候 在G裝甲一吞出來的高達 你代入復仇旅程隊的感受 你心裡就是響起兩個字 就是麻煩了 心中一汗 哇 這個吉姆出來 死硬了 OK 機體 除了我不認識 我沒有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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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部Guda 你認不到是不出奇的 因為這部型 簡直是名不經傳 其實它是以前90年代的一個 不知道什麼遊戲 裡面有一部PIXIE 這個RX78XX 對 就是沒有代號 只有兩個X 也不知道它是什麼型號 XX就是沒有代號 你不知道它怎樣排位 因為有RX78XX178XX 一直排位 一直排位 沒有代號 你不就厲害 沒有資料 你不要只笑 笑什麼 其實這 你也要看Yoda 你這個畜生 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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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看 XXX怎麼回應 對呀 因為你不懂 你讓我說話 就像我們看黑人 全部都是黑人 讓子萍說兩句 對不起 其實這一套 相對是異形的 比起其他的作品來說 因為他每一種的機器 其實都是出一兩步 就是一一步 所以他的機器是沒有重複 而且他每部機器的性能 和角色是好出的 即是打擊型的 只是打擊型的 打近身 Sniper 所以其實他每部機器 有個人特性可以認得 如果你看其他作品 還難搞 除了一些雜魚吉母 他有雜魚吉母 走來走去 那些就 你不用認了 他也是細心的 例如換了一支槍 換了一支槍 你也認得到 對呀 不是有得認的 你砌模型 哪支槍打 例如在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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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除了機體 角色之外 這套書的世界觀是0079 政治觀 即是突月大戰的尾端 聖誕 在臨近聖誕 臨近聖誕 臨近聖誕 但是政治觀那方面 是一個怎樣的政治觀呢 我以前看來的 是 紫平先說 我覺得整個故事最精彩就是在世界觀和政治觀的處理上 嗯 因為其實他是在說在聯邦中的內鬥 內部的矛盾 可以這樣說 其實是聯邦中的派系內號的鬥爭 是 因為本身聯邦中有很多支派的鬥爭 現在其實他是在說宇宙軍和地球軍的鬥爭問題 可不可以理解為主戰派和主和派之間 不可以這樣說 應該是說前線的軍官和後門的軍官 而本身後門的軍官就是一直是有幾多利益的 而宇宙的前線打了聖誕回來 可能就得到利益 所以就變成了這個鬥爭才發展出這個故事出來 是 但是他們的主張 我意思是他們的主張有什麼不同 主戰派的話 當然是打完聖誕回來 那是否可以得到利益 因為我贏了 是 高層那邊就是主張長期戰鬥 其實不可以分析高層 因為兩邊都有高層 是 只不過是前線那邊想快點打完回來 就可以凌駕在這一派 你當是後門派的上面 而後門派在這個時刻就是 我想延長戰線在那裡 將搶掠了一些特定的戰略地點 去得到他既有利益 其實故事就是這樣去發展出來 聯邦裡面就是兩派的人 當中有一些鬥爭 在這個故事裡面 就扮演了一個角色就是 連累到這個復仇女神隊 還是其實復仇女神隊 因為我後面有一點看得 我本身是混亂的 他好像說他建立復仇女神隊 其實那個目的都是為了延長的戰爭 不是為了拖累 其實復仇女神隊不是被拖累的 而是本質而言是用來製造這個戰士的製品 即是他就是一隻燒豬 即是他就是 怎麼說 在一個號角的形式 打死了他 即是將復仇女神隊 送上了這個祭仇女神隊 戰爭就正式 可以延長去彈 即是會提升自戶殘黨的士氣 因為我可以打低這隊部隊 然後我可以一邊造油擊戰 即是復仇女神隊 剛才阿智平所說的製品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當時來說 我們又要說回0079大戰的背景 因為當時來講0079 你知道在上宇宙之前 阿寶是下來殺了卡爾瑪 即是哈曼 即是副書裏面講的第四王子 對 對 就是第四王子 本身這個其實就是 在地球裏面最大的軍官 他主導了自戶的策略 其實他沒有什麼主導 但他當時是地球軍官裏面的總司令 即是自戶在地球裏面駐察的總司令 所以他死了之後 地球就有很多自戶的殘兵 但當時來講 因為地球沒有了總司令 這班殘兵其實是沒有士氣 就說我們不如投降算吧 但現在總司令又不願投降 每天都很熱血地在喊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士氣 但是是在等死的一班人 這段時間他們就要用一個計劃 就是怎樣令這班自戶殘兵 可以有士氣 那你有士氣才可以打這場仗 令到可以等他們好打一些 就可以現場這個戰役 他們就說 我要找一個人來去假武卡爾瑪 而同時就要找一個人做制品 讓這班隊伍被擊殺 令到他們覺得自己贏到仗 即是被成功感對方 那其實復仇旅程隊就是基於這個設定下 而成立的部隊 或者再講一點點 其實為什麼地面軍一直想延長戰事呢 因為當你那場 079那場一年戰爭贏了之後 其實功勞都給予宇宙軍 那地面軍其實簡單來說是失業的 那班軍隊是沒有事做的 其實宇宙軍是前線在外面打了一班 而地球軍是基本上是後門的一班 即是坐在基地的那班軍官 即是你不想去到什麼都沒有 你唯有將戰線一直以一個游擊 那就不要先打完 我先拿回一些戰功 這樣的想法 所以這套的特色就是 他跟我們一般看一些比較兒童向的動漫畫 例如呢 兒童向是哪些 我想說正傳 正傳原來是兒童向 正傳一點都不兒童向 你不是說0079 我是說Ring 那些很差的 算了 剪掉了 直播 即是那些邏輯就是 我打倒了敵人 那場仗結束之後就Happy Ending 其實是錯的 其實這個故事就告訴你 沒有戰爭的概念在裡面 即是一個打架 對 那個問題就在你的戰爭就快結束 才是問題的真正開始 我要修正一下 你說的是平成那些 就不是正傳那些 正傳又要試 對 Anyway 為什麼我看這套漫畫 就是因為我覺得 正傳已經沒有 除了0079 你已經看完了 剩下的那些 你又不想看 一大堆 只是賣人設 但沒有故事 或者機體設定很爛 簡單來說 你覺得和0079 0080 是脫了歐的高達 所以反而 即是一個 即是一個 怎樣說 一個老病 即是0079 原教旨主義派 你可以這樣定義的 看法去說 原來他笑得很開心 他完全不介意這種標誌 他是尖尖自喜 對 所以 會看一套好像很老套 又不知做什麼 為什麼那些人畫得那麼醜 機體畫得那麼怪雞 但又會覺得好看 當然是走樣 我反而 我不介意他的人物 很醜 但我介意他 其實後面 去到第五期 有一些位置 走樣走得很厲害 走樣走得很厲害 你會認 不太認得 例如四眼仔阿薩奇 他的面相和髮型 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反而我不介意他勇志前面的表情 雖然我 最初看的時候 會覺得有點不合 跟機動戰士 很認真的世界觀 但是看一看就習慣了 所以沒什麼所謂 沙奇也是靠髮型的 你認得副眼鏡都可以 其實裏面沒什麼人看 只是副眼鏡 但後面是好像 因為他的髮型 由他初頭很工整到他很散亂 即是穿草 大風一點 對 對 他最散亂的那一刻 不是他穿草的那一刻 是他穿完草之後 他沒有疏回頭 即是特別散亂 總之你看第五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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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膠都用了 ok 我看一看節目時間 不如我們第二節先講到這裡 有什麼 開完第三節 當然 有重大的事情要宣佈 重大的事情 我認真在笑什麼 其中有百分之幾是關於那些人 回來再談 回來再談